在我们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首先我们关心美国方面的消息 发言人麦肯尼他则在昨天表示 针对甲骨文准备成为TikTok在美国业务的可信技术提供商 在川普政府短期之内是会做出决定 白宫的经济顾问克德洛也说政府正在进行深度审查的程序 而美国新闻方面我们同时在这里关心 美国对于中国的应用程式WeChat 也就是我们讲的微信发布的禁令即将要生效了 根据美国政府在昨天提交的法庭文件 这一项禁令是不会针对使用WeChat通讯的民众 总统川普在8月6号以所谓构成国安威胁来讲 针对WeChat和TikTok发布了行政命令 要求商务部在9月20号前领定阻挡于WeChat和TikTok中国母公司交易的具体措施 非盈利的美国WeChat用户联盟与使用WeChat工作 还有礼拜级和中国亲友联系的庶民人士 他们在加州联邦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党下禁令 诉讼说这项禁令违反了美国使用者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其他宪法权利 在现在对于WeChat的禁令生效日期即将要展开 但是则强调禁令不会针对使用WeChat通讯的民众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华为技术公司利用在香港注册的新通技术公司 出售美国的电脑到伊朗来规避美国在2007到14年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如今在路透社有发现华为新通技术在巴西也有关联 在新通技术有限公司显为人知 但是在美国对华为跟他的财务长孟晚舟的形势调查当中 他的角色倒是受到了关注 在现在在对于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当中 路透社则提出了新的证据 另外供应精密昂贵设备给晶片产业企业计划市井 川普政府称将会建议把中国晶片制造业的龙头中蕊国际 列入黑名单恐怕不利于美国的产业 在现在代表这些企业的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他草拟的信函 这封信最快在这个礼拜会送到美国商务部的部长罗斯的手中 再来也看到美国的司法部在昨天起诉了五名中国籍的骇客 他们涉嫌对一百多家企业 还有机构以及个人网络攻击 包括了澳洲泰国和台湾 都有电信供应商受到他们的侵害 在司法部次长罗森说 这五名中国骇客隶属代号apt41的骇客组织 涉嫌对超过一百家企业展开网络攻击 包括了软体开发电脑制造商 社群媒体以及视讯游戏公司等等 好我们关系完了在美国和中国方面的纷争 我们看其他方面的这个新闻 包括了美国众议院的众议院委员会 昨天发表了一份报告是针对美国的飞航方面的安全 他痛批波音公司和FAA 这个是联邦航空总署 早知道导致737 MAX客机致命空难的问题 也质疑波音和FAA是否愿意大幅的改革来修正这些问题 民主岛议员掌控的众议院运输和基础建设委员会 将总共造成346人死亡的这两起的空难事件 归咎于政府的监管不力 好我们接着呢在新闻方面则看一下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在近日是积极的在联合欧洲方面来抵抗中国 美国和英国的外相昨天就特别在华府会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后则说 两个人在会中讨论到的是中国方面的挑战 美国方面同时也欢迎在英国近日就香港 新加和华为等争议所采取的作为 而美国国防部同时在昨天也否认了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强生 他有关美国打算在希腊克里特岛建立海军基地 取代立足土耳其南部应急立克空军基地的说法 在五角大厦的发言人说 美国并没有结束立足在应急立克空军基地的任何计划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和经济层面的报道 联准会预期将会要维持基准利率逼近于零的这一个低利率 一直到2023年 目前联准会正在致力促进经济成长 以及压低失业率 联准会也在昨天他表示 要试图把通货膨胀率推升到2%以上 由COVID-19的这个疫情三月份升温以来 联准会持续把短期基准利率维持在逼近于零 目前美国的经济虽然是逐步的改善 但是依然疲软 失业率已经达到了8.4% 联准会确实指出经济有些许的改善 目前预测在美国国内生产毛额会下滑3.7% 今年底失业率会到7.6% 而美国总统川普就在昨天敦促自家共和党的同志们 要支持打手笔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振兴方案 川普则怪罪民主党人吴秦 导致国会没有能够同意另外一项法案 才会在封城数月之后 还没有办法对受苦家庭和企业挹注现金 由于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提案金额高到不欠实际 迟迟无法决定是否接受国会的协商 已经停滞数个礼拜了 而位于美国加州的迪士尼乐园 环球影城和其他的主题乐园 在日前也都呼吁加州政府官员应该要制定让他们可以重新开源 所需要的卫生标准 否则数以万计的民众的工作就会因为现在的工作停摆 以及整个的这个经济层面的受到的限制将是岌岌可危 那么对于未来的社会和民生那么将会有一个大的影响 我们接着呢再看到的呢 这是美国华盛顿州的烟火烟烧 在烟尘弥漫不见天日 但是呢似乎在坏消息的反面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好的消息 这是西雅图在近日空气的品质 可比北京和上海还要糟糕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 这样子的烟尘弥漫不见天日之外 还再加上呢就是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疫情影响之下就是代表 我们要戴口罩勤洗手 以及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由于在这样子的社交距离的保持的要求 反而高尔夫球运动 现在在美国受到疫情 反而有了网上生长 在这个产业在美国逆势攀升了 好我们在美国相关的新闻方面呢 我们也看一下呢 这是微软公司的共同串办人 Bill Gates他的父亲William Gates 在日前因为奥兹海默症辞世 像其寿94岁 生前他是知名的律师 同时他也是社会慈善事业的领导者 带给大家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我们在美国新闻之后呢 下边和我一同关心的将是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 国际新闻我们首先看到呢 在官方的数据显示 到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6号的11点 全球最少有93万6千多人因为COVID-19而这个是病亡 那么最少超过了2963万人则是确诊了 而经济合作剧发展组织也在昨天说 随着各国致力减缓COVID-19疫情对于在经济方面的冲击 在今年全球经济衰退的程度可能不会如先前预期的那么样子的严重 不过呢在这个经济合作剧发展组织也说 明年的复苏幅度会因此比预期的要缓和 预估在全球经济今年衰退达4.5% 2021年则会回升大约5% 而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今天则说 新冠肺炎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 最多可能还需要5年才能够复原 他表示在COVID-19造成的经济衰退会延续多久 各个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 而且由于贫穷国家受到的打击 将比富裕国家重得多 因此呢在全球贫富差距将会更加扩大 疫情过后全球的贫穷人口的比率 也会出现20年来的首次上升 好 接着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日本方面 日本的新战首相建议伟 在昨天率领所有的阁员在皇居 经过日皇得人亲自任命以及认证之后 建内阁现在正式上路了 结束了长达大约7年8个月的安倍时期 日本的新任首相建议伟所组成的内阁 正式上路 记者会中谈到了他的施政报复时 他强调的是 当务之急要做好COVID-19的防疫工作 以及兼顾拼经济 他表示经济再生是最重要的课题 他将会继承金融宽松 财政投资 成长战略这三大支柱的安倍经济学 进一步的改革 而也强调当务之急 也要做好防疫工作 务必要阻止类似欧美各国这样的疫情爆发的情况 也要守护人民的生命以及健康 那么日本的新任首相建议伟 因为过去大约7年8个月的这个时间 都担任的是内阁官房长官 很少有出访的机会 也让外界关注他在外交方面的能力 而媒体则报道 健首相的这第一场外交处女秀 很可能就是在联合国大会里边的 这个录影演说 联合国大会主席 他说在疫情之下 联合国将会尽其所能 努力促成更进一步的团结 联合国大会15号 在美国纽约开幕第75届 受到COVID-19的疫情影响 这个大会罕见的是在 没有各国领袖齐聚的形式下所举行的 那么对于在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是否会访问日本呢 在现在受到COVID-19的疫情影响 原来准备在今年春天的访日行程 已经往后延期了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 二接俊博 则说由衷期盼这件事情 能够在稳定的气氛中 可以实现 好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到韩国 韩国汽车制造商 企亚汽车公司就是KIA 它位于京基道光明市 所下理工厂的员工 现在确诊感染COVID-19 包括员工和家属 最少已经有11个人确诊 它的生产线也因此 在目前暂停运作 另外呢 在下边看一下欧洲方面啊 我们先看到的是欧洲在现在波兰方面呢 准备要立法禁止生产皮草 波兰动物皮草农场主人和犹太节食肉品制造业者 在昨天在首都华沙 抗议了这一项正在国会闯关的新法 这项法案受到动物维权团体方面的支持 根据动物维权人士说 波兰是全球第三大皮草生产国 仅次于中国和丹麦 因此波兰也将是犹太节食肉品 外销到以色列和欧洲犹太社区的重要出口国 这项立法将会禁止业者透过续养动物来获取皮草 并且也禁止出口按伊斯兰教律及犹太律法处理的肉品 接着我们看来自圣保罗的消息 八个欧洲国家在15号致函巴西副总统 抗议巴西的环境政策 信中说巴西破坏森林的问题 现在越来越严重 已经提高了欧洲大陆消费者购买巴西产品的难度了 我们同时看到来自约翰尼斯堡的报道 在COVID-19带给人类难以承受的浩劫 却意外地带给犀牛和其他野生动物一个难得的喜讯 因为国际旅游的禁令 许多国家都关闭了自己的边境 因此犀牛角的销售管道受到了阻碍了 盗猎的行为也因此不得不收敛下来 因此南非的犀牛方面因为COVID-19反而是逃过了一劫 好的朋友们 这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重要的新闻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一同关心 将会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我们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先看一下跟COVID-19相关的 这是中国的疾控中心生物安全首席专家 伍桂珍 他在近期则透露 就是中国正在研发的 2019冠状病毒疾病的疫苗 是最早可以在11月份就可以提供大众使用 他在接受访问时说 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是相当的顺利 大概11或12月份普通人就可以接种了 所以在现在在中国方面 最快民众11月份可以接种 就是COVID-19的疫苗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是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他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要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也要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 汪洋也出席了全国民营经济的会议 并且发表了讲话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是和美国相关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莱斯塔德 在10月初就要离任回到美国回家了 那么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则分析说 布莱斯塔德的稳健作风 让白宫的鹰派非常不满 因此种下了他去职的原因 未来的继任者极有可能是对中国强硬的鹰派人物 环球时报的专家说呢 布莱斯塔德突然离职 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采取降级手段 并且表现出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政策的风向改变 那么继任者有可能是属于鹰派的这个继任者 另外中国科学院的院长白春李则在今天说 面对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 中科院将会把被美国卡住脖子的项目列为科研的任务 用未来的10年进行新的部署 并且会集中全院的力量来攻关 而前日本首相也是安倍晋三的胞弟 岸信夫在今天确定出任新内阁的防卫大臣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说 希望日本方面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避免和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岸信夫在日本的政台也被视为是亲台派 他更主张日本美国和台湾进行安全保障对话 而在中共的军机接连的飞入台湾的识别区 在这里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则表示 在这个举动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 以及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一个必要的行动 他说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放军的有关战训活动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 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接着我们也看到针对美国国务院的次亲克拉奇 有可能会访问台湾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也在今天说 台湾议题是中国内政 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方面停止与台湾 展开任何的官方往来 其他方面中国的新闻 也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日前表示对于欧盟以及成员国 驻中国使节提出希望访问新疆这件事情 在现在中国方面已经是同意并且愿意做出安排 但是对于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中国是持反对的态度 根据了解 汪文斌说 欧盟和成员国驻华使节提出希望访问新疆 中国方面同意并且愿意做出安排 现在求在欧方在欧盟这边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香港方面 稍微看到的就是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发言 他为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做出了辩护 强调这是为了要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另外香港当局也正式就货品产地来源标签问题 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交涉 要求美国方面撤回香港外所美国货品 不能使用香港制造的规定 为了惩罚香港实施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美国当局是在8月公布香港出口美国货品的产地来源 不能够再使用原来的香港制造标签 要改为中国制造 现在香港政府则要求美国方面撤回相关的要求 好朋友们带给大家这是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健 下边我们请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 那么带给大家来自台湾方面的重要消息 我们一块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报道的是 美国国务院次亲克拉克搭乘包机 在今天下午大约5点21分 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 克拉克此行是1979年以来 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现任国务院官员 克拉克17号到19号访台期间 除了18号跟蔡英文总统会面之外 还将和其他政府高层交流 19号将出席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追思礼拜 而他这一次来台 不会参与台美经济商业对话 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台美关系非常好 克拉克来访 双方会就彼此关切的议题叫唤意见 苏贞昌说 在蔡总统领导下台美关系 一直非常的好 那我们也看到 除了阿赵卫生部长来 现在国务次卿也要来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而且也都会就相关关切的议题 大家交换意见 另外针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克拉夫特与我驻纽约办事处处长 李光章共进午餐一事 我外交部今天回应表示 乐见李光章跟克拉夫特 能有机会就各项关切议题 交换意见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台美双方近来互动平民友好 我们感谢美方持续以实际的行动 来支持台湾国际的参与 我国也乐愿与美国以及 理念商进国家携手合作 我们会秉持专业务实 有贡献的原则 来持续争取台湾更宽广的国际空间 收入金美猪开放明年上路 卫福部选定台北知名商圈 迪化街作为猪肉产地标示的事办区 卫福部部长陈时中 今天与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一同前往迪化商圈 仿视猪肉产地标示事办的情况 对于黄珊珊要求中央应该建立平台 供地方政府稽查时查核比对 陈时中表示 中央会跟地方坐下来谈 建立更方便的平台 一定会做到滴水不漏 陈时中说 刚刚跟司制我们这边有来讲 是说我们把后台那个平台要建立起来 比如像刚才看到有一些 店家里面都有一些QR Code 那可能在对查核的时候 那很快的就能把这资料把它对好来 所以在这一段我刚才讲 除了从地方到中央 这一块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连结 我们可以跟地方政府大家坐下来谈 那怎么样能够建立大家更方便的平台 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开议 国民党今天举行立法实务研讨会 列出下个会期的15项优先法案 并将关于开放美株进口的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修正草案 视为重中之重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毅华说 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要进行修正 那希望从源头就有机会来把它做把关 那其他部分呢 是比较是配套 就是万一这个状况 就在如果说还是进来的时候 但是怎么样来做相关的其他的把关的部分 立法院新会期明天开议 国民党有意杯葛行政院长苏正昌的专案报告 苏正昌今天下午表示 要求扩大美猪美牛专案报告 是国民党提出的 朝野协商也同意安排 无论政党之间如何竞争 让国人听到政府的完整报告比较好 立法院长游锡坤今天也表示 尊重各党的政策但是他站在国家发展的立场 希望朝野都能够理性问政 判立法院的议事顺利 他说 各政党都有他们各政党的自己的主张跟政策 那就是说我尊重他们的这个决定 但是我站在整个国家的发展 我们希望说立法院的议事需要能够顺利 所以我期待各政党大家都能够理性问政 然后大家和谐 非常和谐顺利的来进行各项议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公布国内新增三例境外移入 COVID-19武汉肺炎病例 分别为40多岁女性案501 20多岁女性案502 以及30多岁男性案503 都为本国籍 另外针对昨天新增的COVID-19 台湾输出的确诊个案 有人担心国内因为感染风险是否提高 对此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今天表示 指挥中心把每一个自台湾出境的确诊者 都当作本土病例调查 并列管裁检相关的接触者 截至目前都没有出现问题 至于是否质疑非国的裁检方式 专人祥表示检验的试剂跟CT值都会影响结果 专人祥说 有关这个菲律宾他的检验到底会不会是有问题 那我想就是说如果当你入境 像跟我们上次所说的 如果你这个入境裁检 那看他第一个检验的这个PCR的一个 到底四剂是怎么样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是再来就是说他的CT值 都会影响到他检验的这个 是否阳性或假阳性的一个几率 行政院去年拍板台湾永续发展目标 提出2030年新能源机车 新受35%的低碳指标 不过随着政府推出燃油机车太旧换新的补助政策 也导致电动机车的销量急剧下滑 为此台湾智慧移动产业 今天集结了上中下游产业链 呼吁政府重视既定的目标 让台湾有机会从机车王国 迈向电动机车王国 台湾智慧移动产业协会理事长王健全说 但是如果203年电动机车新受35% 而且希望我们在2024年会到100万的电动车 这就可以达到一个损益两平 会有一个经济规模 这时候台湾就有机会成为全世界一个电动机车的王国 第58届十大杰出青年当选名单今天出炉 包括国际小提醒家曾宇谦 音乐创作者卢广仲 全方位艺人谢宜芬等共12位获奖 时捷选拔委员会主委 立法院长游锡坤今天表示 今年参与者都非常的杰出 尤其是文化艺术类中 传统音乐跟流行音乐两大领域都难以取舍 最后由古典音乐家曾宇谦 与自然纯真的音乐鬼才卢广仲并列获奖 游锡坤说 那今年参与人都非常杰出 其中两类竞争特别激烈 在文化艺术类传统音乐流行音乐两大领域 难以取舍 那经过投票 由古典音乐家曾宇谦先生机 自然纯真的音乐鬼才卢广仲先生两位获奖 十大杰出青年选拔 由国际青年商会中华民国总会 从1963年开始举办 至今已经58届 拔卓超过570位优秀青年 而主办单位也将在26号 在高雄举行十节青年颁奖典礼 典礼中将颁赠金手奖座雕塑 给当选人以表彰其卓越的成就 云门舞伎艺术总监郑宗龙的新作《定光》 将于10月1号到4号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世界首演 今天曝光了精彩的片段 郑宗龙透露 这个舞作是从大自然中汲取养分 由舞者模拟自然界有机无机物 结合自身的声音跟肢体 以此向大自然致敬 也希望传达对于自然环境的呵护跟关怀 郑宗龙说 有没有可能从自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从我爬山的动作里面去找 从我们在山上所看到的台湾非常独特的植物 动植物或者是昆虫 从他们身上有没有机会学到一点点舞蹈 在这个观察里面可不可能变成舞蹈 那在这个观察里面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 我和舞者们对于自然环境 可以也有更多的关怀 跟更多的保护在未来里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信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